就是說感染性的 第一個就是念珠菌 就是黴菌 大部分就是因為抵抗力低下跟潮濕的環境 尤其最多是熬夜失眠 然後加上月經前後 或者是穿牛仔褲 緊身的那個獅子的內褲 造成它通風不良 最容易黴菌感染 黴菌感染連處女都可以發生 那細菌性的很多是來自於 肛門過來的大腸菌跟腸球菌 佔了很大量 在西方他們是發現靈病菌也佔很多 但東方我們這邊可能 PE菌、腸球菌跟大腸菌佔了很大量 如果是靈病菌甚至會像流膿一樣出來的 像男生的話就會甚至會痛了 男生也會 靈病菌的話會 這些菌其實都是可以互相傳染的 第一從很多女生聽到都會嚇一大跳 說裡面有蟲啊 我說對 如果在省眼鏡下看那個蟲都還在動 所以它是被列為性傳染病 通常有一方從另外一個第三者這邊傳過來 然後就傳來對方 那這個是性傳染病 這個治療有特效很容易 但是要兩個同時治療 否則會產生一個叫乒乓傳染 這個應該也很常在診間裡面 然後就讓你的夫妻失和了吧 所以最理想的就不要兩個同時出現在裡面 而且比較厲害的醫生在內子台就先跟他講了 就是說這個是這個問題 所以等一下你老公或男朋友在外面 我就不再提這事情了